哈喽大家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小油AI技术学堂 最近呢OpenAI呢发布了一个新的模型 那么名字叫GPT-4O 那也可以叫GPT-4O 这个模型呢相比之前的GPT的版本 不管是4啊或者3.5了 在很多方面呢都提升了不少 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 最近看过GPT-4O一个发布的直播的呢 都对它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可能还有一些新朋友们呢 不知道GPT-4O呢有哪些新功能 那是不是就像官方说的那些有那么神奇呢 今天呢小月就带大家呢一起来见证一下 目前我们都知道GPT呢 它已经有了四个版本 比如说有一个3.5 有一个4 有一个4O 还有一个plus 总共有四个版本 这个3.5就相当于我们最最基础的一个版本 那么GPT-4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普通版 那么GPTplus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旗舰版 GPT-4O呢那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高级版本了 那四个的小伙伴都知道GPT-4O呢 它的速度真的快了很多 那么GPT-4O呢就像一个高级玩家一样 它可以处理一些更复杂的东西 GPT-4O呢目前呢可能是市面上比较顶尖 最新的一个模型了 那接下来呢小鱼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登录一下你的GPT账号 这里如果说你还没有GPT账号 那描述栏有一个成品账号 大家可以去点击购买 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左上角一个版本的选择 如果说你用的是一个3.5版本了 那么你需要升级你的版本了 才能用一个GPT-4O 我们直接选这个GPT-4O的模型 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给它进行一个对比 这里呢我们可以打开一个谷歌 那我们在这里呢搜索一个GPT Playground 点击搜索 那我们这里就直接选第一个 那进来之后呢你需要登录一下 那么你就会来到这样一个聊天的一个页面 在这里呢你可以选择一个模型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模型可以选 有GPT-4的 我们就选择一个GPT-4O 选好之后呢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GPT-3.5和GPT-4O来进行一个对比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那在这里呢我们选择这里是 我们这里选一个3.5 这让我们就选一个GPT-4O 接下来呢我们就让它们来PK一下 在这下面我给它简单输入一段提示语 那我就让它帮我生成一段文化故事 脚本 OK我就让它帮我生成一段童话故事脚本 点击这个发送 两边呢就开始工作了 那可以看到在这边呢 3.5呢帮我生成了一个标题 一个故事背景 故事开始 故事非常的短就结束了 那这边呢 GPT-4O帮我生成了一个标题 还有场景1 有一个背景音乐 它的画面 它的旁白 里面的主人公出现 有场景2 莉莉 有一个人物的出现 很明显的你就能进行一个对比 在这边呢 GPT-3.5呢 它没有一个对话 也没有一个对话 非常的简单 就给你简单一个标题 加一个简短 短的不能再短的一个故事 那这边呢 它不仅有一个故事 它这个才是真正一个合格的一个脚本 有标题 有场景 有背景音乐 有画面感 有旁白 有主角 这个可以说是呢 这个4O呢 它是完全理解了我们的童话故事脚本 里面还有一些对话情节 还帮我们 在不同的片段 要出现什么场景 什么画面感 都已经帮我们写出来了 如果说你是 长期做故事视频的话 那么建议你一定要升级到一个4O 那接下来呢 回到我们的CHAGPT 这里呢 我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点击右上角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回到这个页面之后呢 让我们看看4O的一个能力啊 这里呢 我给它一个提示语 请帮我编写一个PiPhone脚本 用于定期将指定文件夹的内容 备份到外部硬盘和云服务 那我需要详细的代码和操作步骤 那么这里直接点击发送 可以看到了 它这里连代码和步骤啊 都在帮我们进行一个编辑 包括一个配置脚本啊 还有一个选择时间 间隔和运行脚本等等 那这些呢 那之前的一个GPT3.5呢 它是绝对是做不到的啊 可以看到这个GPT4O 它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非常的清晰明了 看了这里呢 我们的程序员 就要提高 我们的能力了啊 你不一定 要提高你的 技术能力 那你只需要 会使用这个4O就可以了 它可以帮我们打工啊 节省你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呢 我继续啊让它帮我创建一个配方脚本 功能是定时发送喝水提醒啊 我需要提供详细的的代码和实施步骤 然后直接发送给它 我们真的不能小瞧了这个4O的一个工作能力啊 非常的仔细啊 即使你不会代码这些啦 你都可以让它帮你操作 那这可以的话 你可以直接这里有一个复制代码 那么接下来呢 我让它开发一个自动发送生日提醒的一个功能 我们直接发送给它 真的是太棒了 这个速度非常之快 OK可以看到这里面啊 写得非常的详细 那么接下来呢 让它帮我们制作一个带有两个轮子和随机属性的一个摩托车的一个SD STI文件直接发送 还又开始编写代码 创建了脚本 现在有了AI真的很方便啊 要是以前你不会写这些代码 那你完全没有办法来做这些事情 这个真的要专业的人才会制作 现在有AI啊 其实学会用AI 可能真的 现在的AI真的要淘汰很多人 那这里呢 我想看一下这个模型啊 我就直接让它提供一个文件 供我下载 OK你点击这里的一个下载文件呢 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看它的其他能力 那么在GPT 3.5里面呢 它是没有办法直接帮我们生成图片的 你必须要用它的一个付费版本呢 才能生成图片 比如说GPT 4 那今天呢 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GPT 4欧 它的一个生图的一个效果 这里呢 小鱼已经迫不及待的来给大家制作了几张图片 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里呢 是一个 让它帮我生成一栋 用花园洋房 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花园洋房 那么这个呢 是生成的一个美女座在跑车里 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那这个呢 我是让它帮我生成的一个超酷的摩托赛车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它的能力 我让它旋转一下方向 这个摩托车真的是很炫酷啊 那可以看到它的角度不同了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了 那这个是呢 是这个角度 那我让它再换一个角度 点击发送 再换一个角度 可以看到它生成图片的速度很快啊 可能也就是十几秒的样子 那接下来呢 我让它再 再给它一个提示词 那摩托车旁边站着一个美女 其实真的挺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那包括GPT4欧呢 现在它识图的一个能力啊 也是非常的厉害 这里来小月 手机不方便给大家展示啊 大家如果说你有一个4欧的话 你可以去手机里面尝试一下 那可以看到摩托车旁边站着一个美女 那我这里让它换一个角度啊 美女站在另外一边 或者说美女坐在摩托车上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这个美女坐在这个摩托车上面啊 那我这里让美女把眼镜摘掉啊 美女坐在摩托车上没有戴眼镜啊 这里刷新一下 有时候会出现这种错误 那我们点上面这个刷新键 我们重新发送 那看样子它没有理解 美女站在摩托车旁拿着墨镜 我让它生成一个美女站在摩托车上啊 手上拿着墨镜 这个车子真的是非常的酷啊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美女站在摩托车旁啊 手上拿着墨镜 看一下美女站在摩托车旁啊 真的非常的不错 那么喜欢这张呢 我们给它点击这里有一个下载保存 保存下来之后呢 我们来教大家换一下脸 把这个美女的脸换成另外一个美女的脸 我们先保存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打开这个软件啊 那这个呢 叫remic AI 那这个呢 它是一个在线换脸AI工具 在这里呢 你可以选择一个英文 也可以选择一个中文啊 这里我可以看到 它是选择的一个中文 我们点立即换脸 这里呢 你直接可以把这张图片给它拖过来 也可以点击上传 那就这个美女 换成另外一个美女啊 换成这个美女的脸 点击换脸看一下 那这里呢 我使用到的工具啊 小鱼儿都会放在描述栏 大家可以直接去打开 好了 然后我们点击 看一下 稍等一下 这样我们直接点击这个下载 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 这两个美女啊 那这个呢 是自动生成出来的一个美女 那这个是我换脸之后的一个美女 哇 我觉得这个更真实了 刚才那个确实有一点AI的在里面 这张图片更漂亮了 那这里你可以把你的脸 换到这个美女的脸上啊 来看一个效果 挺有意思的 挺好玩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 那除了换脸呢 那你还可以换一下这个车子的颜色 比如说我们先关掉 这里找到这个车 那么我们想换一下这个车的颜色 首先点这个图片把它放大 放大之后呢 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有一个右上角 这里有个选择 我们点一下 这里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这里你可以选择一个涂抹 你可以小一点 也可以大一点 我们把这个车给它涂抹起来 我们把它换个颜色看一下啊 我想把它换成一个红色的啊 来我们把它全部涂抹起来 OK 然后在这里右下角重新编辑 红色摩托车 我可以发送 如果说你有一个4欧 那么你都相当于可以直接用它绘图啊 可能其他的绘图工具 你都用不上了 就它就可以了 来我们看一下 稍等一下 图片还没有出来 成功了啊 成功的帮我们换成了一个红色的摩托车 虽然说款式变化了一点 但是它还是理解能力非常的强啊 我们说的红色它就变成了红色 那这里呢 除了这个呢 你还可以局部更换 比如说你还可以除了这个颜色的更改呢 那么你还可以在里面做一些其他有意思的 比如说呢 我想在这个里面写点字 那么我们还是把它放大 我在这里圈出一个区域 我想在这里写上 写上小鱼儿 写上文字 那么我让它写上小鱼儿这几个字母 看它能不能够理解 来我们放大看一下 这里出现了字啊 西 一二小 这里出现了几个字母啊 但是没有显示权 我想换一个位置看一下 我来重新再试一下 我让它把这个文字写在这个 写在这个位置看可不可以 我们把这个圈儿小一点 在这里写上一个小鱼儿 我看一下能不能实现啊 OK 然后让它写上小鱼儿 我失败了哈 很明显它没有理解到我们的意思 那我这样子编辑呢 摩托车上加上一个小鱼儿 logo 我让它加上一个小鱼儿 logo 再试一遍哈 那AI呢 毕竟是AI啊 它还是不能做到我们想要的百分之百的一个效果 那它说抱歉 生成小鱼儿 logo的图片时遇了点问题 那我让它重新生成 这张图片明显呢 它有点瑕疵啊 这里多长出来了一只手 这里呢有一个英文字母在这里啊 但是呢还是差了一点点啊 不过如果说你有足够的耐心呢 相信你只要在这里继续调教也能生成出来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那这里呢我就图片生成这一块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它其他的一些能力 打开重新打开一个窗口 接下来我们看看它在数据方面的一个表现 这里呢我给它这样一个提示语 请帮我生成一份化妆品产品的一个销售额表格 我们是做的一个出口的一个化妆品 里面有一些专业的数据直接发送给它 正在分析 OK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生成出来了 我们可以放大看一下 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那这个对它来说简直就是太简单了 那我们再加深一点难度 那么里面要有对应的国家出口额度品名 再给它看它会怎么样 我的天哪 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哈 放大看一下 真的是 那么这里产品的ID啊 可以看一下产品的名称 产品的类别 价格 销量 看一下收入 地区 非常的详细哦 这个 那么再我们换一个话题问一下看 比如说针对美国中 最近对中国轿车加征 加征的一个关税政策 让它重新计算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呢 需要一些提供一些信息了 才能帮我们生成 那我们再换一个来问 那么根据以上化妆品呢 再帮我生成对应的可视化图表 看一下 我的天哪 这也太贴心了吧 我就让它帮我生成一个可视化的图表 它一下帮我生成了 一二三四 生成了五种图表啊 可以看一下 五个规格的 五种不同的一个图表 看一下怎么说 那我已经为你生成了 对应的可视化图表 每个产品的一个销售数量装 主图啊 第一个是数量装的一个主图 哦 第二个是按区域划分的 收入柄主图 这个是 那第三个呢 是价格与销售数量的闪点图 这个是一个闪点图 还有一个按出口国家划分的 收入柱状图 是这个图 每个产品的含税价格 和不含税价格的一个折线图 天哪 这也太专业了嘛 可以看到 它根据每一样不同的 生成了不同的一个图状 如果说你做的是这些 每天要跟这些数据打交道的 要跟这些表格打交道的 那这个GPT4O真的非常的适合你 那这个图片 如果你觉得有用呢 那你直接点击这里 哪个下载啊 下载就可以了 真的是太方便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让它 换一种表格 换一种图表 看一下 真的它又把 你看一下啊 它又换成了不同的 第一个呢 把这个图换成的是横着的 刚才它是竖着的 可以看一下 刚才是竖着的 现在变成了横着的 GPT真的 无所不能了 它的变化啊 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OK 那这个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其实GPT4O 它的功能呢 远不止这些啊 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功能 这里呢 你很随意就可以看到 用我最喜欢的题材写一个故事 那你点一下 悬疑 那这里呢 它直接啊 让它给你写个悬疑故事 古老传说 隐藏了秘密啊 它 你只需要回复它 给它 只要你给它一个选择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 为我创建个人网页 哇 我们点一下看 第一个人信息 那你只需要给它提供一个 你的名字 或者职业啊 还有你的网页需要什么内容 你的风格 那么它就可以给你制作一个网页 我现在制作网页都直接找4O了啊 直接找这个4O就可以了 那我这里试试呢 个人信息 名字 小鱼儿 页面内容 设计风格 点阅风格 OK 我这就简单的给它这几个 我看它会 给我制作什么样的一个网站 开始写代码了 直接给你创建一个网页 那我要怎样去生成我的网页呢 这里相当于它已经把代码 帮我们已经写好了 有需要些什么页面这些都已经帮我们 已经制作好了 那我们需要做的呢 打开一个文本编辑器 创建一个新文件 复制代码 保存文件 按照它的这个步骤呢 我们就能去制作一个 我们的一个网站 真的有了4O呢 也为做网站的朋友来 开通了一个便利 那这里还有一个 TwikTok的内容日历 我们看一下呢 小鱼儿纯属一个好奇宝宝 我就想看一下 房地产楼盘的内容日历 周一 周三 周五 你每点进来一次 挑选一套上镜的服装 看一下 我们点一下这个又来看一下 那我明天有个拍摄活动 你能为我推荐一套 非常上镜的颜色和服装搭配吗 看到没有 它会告诉你怎样搭配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吧 规划一个放松日 点一下 那么有的呢 你需要回答它的一些问题 如何处理孩子们的艺术作品 我们点一下看 那这里呢 它随时都会变化 你要觉得想有意思的话 你就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这会儿可能网络不太好 刷新一下看 那你还可以用它来学习 比如说厨房里的食材 制作食谱 还可以学习一个词汇等等 这个4欧里面说真的功能非常的多 那么这个GPT4欧呢 除了图片和文字处理外呢 它的编程和计算方面呢 能力呢 也是非常的令人 瞩目 随着这个AI的不断更新 不断的一个优化 未来肯定 GPT呢 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 惊喜和便利 那么今天小鱼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小鱼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你还可以观看小鱼的其他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